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心娱乐,我是超梅 3月17日,陈鹤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则视频,并配文称可爱的小冬冬 以温柔可爱的画面公布了二胎宝宝出生的喜讯 画面中陈鹤与妻子张子轩,女儿安安一同用双手小心翼地包裹着二胎宝宝的小拳头 一举一动都饱含着一家人对于新生宝宝的温暖和爱意 随后,陈鹤工作室发文正式官宣陈鹤的二胎宝宝出生的喜讯 并表示二胎宝宝为贴心小梅儿 视频画面中,陈鹤先是双手并龙,以保护的姿态,在最外层包裹着 虽然他还未露出双手之中的内容啊 但画面下方,新生宝宝的印花纸尿裤以及两条肉糊糊的小腿已经事先暴露了 接下来呢,只见陈鹤摊开两只手 露在里面的是一层妻子张子轩修长的双手 而后张子轩摊开双手包裹在其中的则是女儿安安的一只可爱的小嫩手 而安安的小手则是轻轻地握着一个更加小巧可爱的小拳头 虽然一直以来安安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十分活泼好动 但与新生宝宝接触时,安安却是展露了温柔大姐姐的一面 接着二胎宝宝的动作看上去都十分的轻柔 等安安轻轻地抬起手掌,便露出了新生宝宝圆乎乎的白皙小拳头 整段视频中都透露着温馨与可爱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暖心的细节 陈赫和张子轩在摊开手掌时并未离开 一直护在女儿们的手下面 以保护的姿态轻轻拖着孩子们的小手 恭喜陈赫张子轩夫妻俩有多了个贴心小妹儿 也恭喜安安成为大姐姐 希望安姐要好好照顾保护嫩乎乎的小妹妹儿 在爱情公寓五热印的时候 陈赫这时候宣布蝉女的消息 无疑是给了这部争议多年的电视剧增加了一点热度 有意思的是陈赫的前妻非常淡定 忙着与外籍男友度假 陈赫在跑男的一众好友 李全 安德拉贝比 王祖兰 邓超 王宝强 也出奇的一致 没人来道喜 却不由得令人质疑跑男团的关系 难道他们真的是一碰几碎的玻璃花友谊吗 陈赫的起家来源于2009年浙江卫市的一部爱情公寓 就在当时简直火出天际 出品房也是趁热打铁 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 接连推出了四部 从爱情公寓一到爱情公寓四 几乎陪伴了一代小学生到高中生的成长过程 参与的演员楼亦霄 孙一舟 王传金等 虽然有着精彩的演出 但一直不温不火 当时里面贱男陈赫 却火爆了一塌糊涂 究竟原因除了陈赫是陈凯歌陈红的侄子外 恐怕他参加跑男不无关系 本来奔跑把兄弟这个节目就自带IP 谁参加谁能火 何况陈赫渐渐的样子 插科打魂更合适跑男的风格 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陈赫 领目中的剑可以 但生活中剑就不可原谅了 大家都知道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 陈赫与前妻许静的离婚风波 2016年陈赫与相恋13年的前妻离婚 转身投入到张子轩的怀抱 令人质疑陈赫的渣男属性 本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事 娱乐圈不离婚才是奇温 关键是陈赫一边说着 好男人就是我 一边大搞婚外情就不对了 反观陈赫的演艺事业 除了一个跑男 似乎再也找不出他出彩的地方 这一点很奇怪 身为一个演员 不去搞创作 不去创造经典的人物形象 反而吃老本 靠着综艺节目活着 令人不齿 有人质疑 为什么男明星犯了错误 要被大家原谅 仍然活跃在娱乐圈 事业没有半点影响 女明星犯了错误 就要被老鼠骂街 凡旋的机会也没有 比如李小璐出轨 PG1被骂了很久 作为普通观众 明星的私生活 咱们干涉不了 但明星的演技却人人关心 如果只是凭着点关系 吃点老本 不去塑造经典人物 早晚失去流量 希望权鹤警醒为戒 对于权鹤因为二胎得女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很多网友都在震惊之余 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然而还有个别网友 却在其微博下面留言大骂 陈鹤是渣男 记得陈鹤曾在爱情公寓中 常说一句台词就是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曾小贤 权鹤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会被说成是渣男 他绝对不是一个好男人吗 陈鹤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在2009年的时候 主演了爱情公寓中的 曾小贤一角被观众熟知 随后接连参加了三部爱情公寓 从此火遍全国 在剧中陈鹤饰演的曾小贤 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 因此也就有了他在剧中的口头禅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曾小贤 其实陈鹤在剧中啊 不仅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在现在的生活也是一个好男人 陈鹤因曾小贤一角走红后 就被网友扒出了 陈鹤的情势和女友 让人意外的是 陈鹤的情势 可以说是像白痴一样简单 女友也仅有一个 那就是从初中就在一起的女友许静 两个人足足谈了十年的恋爱 从初中到工作 整整十年的时间 陈鹤都没有换过女朋友 特别是在自己火了之后 也依然没有更换女友的想法 陪伴在他身边的 依旧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从此 陈鹤好男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2013年 在他们相恋第13年的时候 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陈鹤 决定送给许静一个家 同年9月 他们在泰国举办了婚礼 长泡13年的他们最终结婚了 从初中到工作 从校服到婚纱 长达13年的恋爱 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种最纯粹的爱情 最原始的爱情 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 而陈鹤从一而终 不离不弃 更是让他圈奋无数 口碑直线上升 原本相爱如初的他们 却在结婚一年后的某一天破碎了 2015年1月份 陈鹤突然在微博上宣布自己 早在半年前离婚的消息 一时间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刚刚结婚一年多的陈鹤 为什么突然离婚了呢 长达13年的感情 仅仅在结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全部烟消云散了吗 然而就在陈鹤宣布离婚之后 没多久啊 就被人拍到了和张子轩的亲密照 在结合陈鹤突然离婚的消息之后 陈鹤出轨张子轩的传言 而陈鹤好男人的标签 也在这一刻被撕下 他成为了人人寒大的渣男 也就从那时开始 陈鹤在圈内的名声毁育参半 好男人成为了他的过去时 半岁而来的就是数不尽的渣男骂声 众所周知啊 陈鹤是在和许静离婚后 极端的时间内和张子轩好上的 为此很多网友都认为 陈鹤是婚内出轨 其实这种事情兑下时间就可以了 2015年的1月22号 陈鹤被拍到和张子轩的恋情 很多网友纷纷认为陈鹤是婚内出轨 对他大批特批 在这铺天遍地的骂声中 陈鹤发布了微博 声称早已和许静离婚半年了 并且晒出和许静的离婚协议 根据离婚协议显示 陈鹤许静已经在14年的9月份 就已经签署了 而陈鹤是15年的1月份 做事和张子轩的恋情 离婚在前心欢在后 所以说陈鹤并不是婚内出轨 后来前妻许静也发布了微博 帮助陈鹤澄清婚内出轨的传闻 虽然这一则离婚协议是许静发生 堵住了一部分网友的嘴 但是依旧有部分网友不依不饶 对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假抱有怀疑的态度 其实仔细一想啊 确实有很多疑点 仪式可以随时签啊 这份仪式是不是刚签的呢 还有就是陈鹤和许静的恋爱 长跑13载 结婚一年多就离婚 而陈鹤在协议离婚的短短几个月 就火速和张子轩好上了 这是一个刚离婚男人应该做的吗 难道13年的感情 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忘了吗 由此可见 陈鹤恋上张子轩在婚内 可能就有苗头了 陈鹤的做法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渣男 对于许静来说 陈鹤并不是一个好男人 自己用13年的青春陪伴换来的 就是不到两年的同床共枕 对于张子轩来说 陈鹤确实是一个好男人 他为自己放弃了过去拥有的美好 全心全意的爱自己 无疑张子轩是最幸运的 就在陈鹤离婚风波过去一年多之后 张子轩生下了他和陈鹤的第一个孩子 曾经的好男人生几位好爸爸 说实话 陈鹤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爸爸 微博成为了疯狂晒女的主阵地 时不时的晒出一张和女儿玩耍的照片 俨然成为一个穷女狂魔 陈鹤是一个好爸爸 这个毫无争议 如果对于他的妻子张子轩来说 陈鹤绝对是一个好男人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的确不是一个好男人 如今和张子轩在一起的五年后 二胎再次得女的陈鹤 又一次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受到网友祝贺的同时 依旧有部分网友在继续买骂 此时的陈鹤相对于之前 无论是年纪还是知名度 都有了很大的增加 但是他对于张子轩和两个女儿的爱 依旧是有增无见 不仅宠妻还宠女 陈鹤要是没有之前的离婚风波 这在圈内是一个典型的好男人形象 但是他对于许静的伤害 却是难以弥补的 离婚的许静成为了一名旅游达人 经常在社交网站上 晒出自己的旅游美照 俗话说 如果想要治愈一个人的情商 要么通过时间 要么通过心欢 许静恰恰选择了最难受最漫长的时间 来聊自己的情商 由此可见 陈鹤对于许静的伤害究竟有多么深了 13年的感情说没就没 这对于许静或者其他女生来说 绝对是不可能的 但是对于陈鹤来说 13年的感情就像训酒一样 一觉醒来全都忘了 现在的陈鹤一直都在疯狂的证明 自己是一个好男人好爸爸 但是有多少网友买账呢 他只是张子芊一个人的好男人罢了 和许静和其他人又有什么关系呢